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跟收看 漢奇霸 漢奇媽 北美經驗談 我是漢奇霸 我是漢奇霸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到這個 不管你在海外或在哪邊居住的時候 你總會碰上一個自我安全防身的一些考量 因為我們昨天開始在看一部韓劇叫Sweet Home 那部韓劇的中文名字我們不太清楚 但是它整個內容似乎也是末日題材 大家就是為了求生存而要想辦法保護自己 因為它都是在一個大樓裡面 場景都在一個大樓 所以昨天我跟漢奇媽就開始在想說 如果哪天我們碰上這種情況 或是說平常我們自己本身在生活上的一些自我保護 對 那也因為這個呢 那我跟漢奇媽就開始在 就是看說 例如說我們常聽到說什麼電極棒啊 然後還有防狼噴霧器嘛 然後還有什麼常見的防身的這個東西 甩棍啊 棒球棍啊 然後高爾夫球棍啊 熱水 但是熱水可能沒辦法隨時都用 我覺得那個消防滅火器很好用啊 到處都會有 到每個地方都一定有消防滅火器 就如果你遇到壞了就把他 拿那個斧頭把它砍破 然後把它拿出來 然後把硝酸查掉 然後噴它就好了 但是就是像我們就是平常想到的這些防身 每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他的一些法規在 例如說像 呃 就是漢奇邦那時候提的 就那天就問我說 哎 這個加拿大這邊我們能不能合法持有這個 那個叫電極棒 電極棒跟放狼噴霧器 那後來我們去查了一下 有關電極棒呢 電極棒後來就是之前那時候你說 因為那時候那個什麼事情 有一個難民他就是在過海關的時候 因為他不會講英文 然後也不會講法文 加拿大的就是海關就請他不要動 可是因為他聽不懂 然後他可能就很想要證明什麼吧 然後他就一直動 然後就一直要從他包裡面掏什麼證明 結果他就被火火電死 他好像是被不知道幾個海關一起就火火電死 因為他們覺得他要 要拿武器之類的 對 然後也因為這件事情後來 電極棒這個部分現在就是 你除非是執法人員或是有特殊的執照 你才能夠持有 然後在美國的話 是有分說多少伏特的是需要製造 然後多少以下是不用 但是在加拿大這邊我們查了一下 他似乎是全部禁止 然後你唯一能合法攜帶的防身物品 就是那個小的那種折疊的瑞士桃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那個甩棍 就是那種棍棒類 但是他棍棒類 當然也有要求說是在長度多少內的 那這是我們剛剛去查到的 那至於防狼噴霧器 因為像我們過去在台灣的話 防狼噴霧器是幾乎很容易買得到的東西 然後後來我們去查了一下這邊 先不說全加拿大 先以我們所居住的這個 Ontario這個 NWSN這邊的法規 那種所謂的那種小瓶的 隨身下來的防狼噴霧器 Peper Spray是違法的 可是那種大的 他們那種大的是針對 例如說你去露營 或有遇到熊啊 或是什麼這種攻擊性的動物 這種大的是合法 對 那就是隨身在你的車子裡面 放一個帳篷 跟一個巨大防狼噴霧器 對 然後如果你被警察抓 你就說我正要去露營 對 這個在 這個在很多我們 像我們在我們那時候在研究這個 法規的過程的時候 其實就有發現很多這種就是 像就有人舉例我那時候在 Reddit上面看到有人寫說 你如果在車上的防身 你可以戴棒球棍 但是棒球棍旁邊後車上 讓人家擺一個棒球手套跟棒球 對 你要去打球 不然就是蓄意的想要拿棒球棒 出去傷害別人 不可以 然後包括看前方也有講說那個高爾夫球 旁邊也要放 高爾夫球 對 你不能只能放肝要球也要有 對 剛剛講到這一些 其實就是 嗯 當然 不是要鼓勵大家去鑽這一些 漏洞 當然就是 以 就是說你防身之外當然也要 就是 保護自己 對 那 像 另外就像 這種 手之虎 手之虎也是 其實在台灣好像也是不能做攜帶 在美國也是 那 所以 假如說你真的出門在外 如果 第一個可能 OK 甩棍 可能 平常你 如果假如說像女生可能 包包比較小 這種也很難放 那你說 瑞士刀 瑞士刀等你發生事情 你還要在那邊這樣把它這樣 撥出來 那個 你等你撥完了之後 歹徒已經可能去把你打昏 或是什麼 對 然後 那時候漢全包就提出一個 嗯 很不錯的一個例子 那個用法 就是 用你的戒指 直接打他眼睛 一拳揍下去 鑽石的硬度 應該 贏定了吧 而且這個沒有 就是 我在婚戒 我沒有蓄意謀殺 或傷害的任何可能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帶鑽戒 好嗎 我只要結婚了 我就可以 你就算沒有結婚 你也可以帶鑽戒啊 對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是 小時候 我爸那時候就是 因為以前我小時候 上下學的時候 都還是 有時候是一個人 因為我爸媽工作比較忙 然後 那時候我爸這個時候就是 就是像家裡的鑰匙 鑰匙 你可以就是 放在口袋什麼這樣 然後隨時就可以伸進去 然後這樣握著 就像金剛狼一樣 然後去攻擊戴徒的臉 或是什麼 對 但我覺得最好用的還是那個 防火 噴霧器 那個 因為像我們這種個子很小的女孩子 就算你再怎麼 就是你怎麼兇猛去打他 你最後就結局只是被他淋起來了 所以你不可能會贏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滅火器 對看你 因為其實每一棟大樓都一定有滅火器 你不管去哪裡 所以你就是如果真的有壞人 你覺得他尾隨你 你就開始注意你附近哪裡有滅火器 而且通常你只要把那個 就是把那滅火器拿出來的耐煞 那基本上就是 警鈴一定會響 所以你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先衝去把滅火器拿出來 而且拿滅火器攻擊他 你也是正當防衛 因為這不是你就是 隨身攜帶 隨身攜帶蓄意的 而且滅火器本來就每動大樓都有 不是我故意的 就是他剛好在我旁邊 對啊 那在這邊因為提到滅火器 那也要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那滅火器怎麼樣使用會比較正確 一般我們拿起來他旁邊會有個插銷 插銷拉開的時候 當然手就是準備要壓下去 但是你在壓下去之前 你一定要確保你手抓那個管子 是抓在前端噴口的地方 而不是中間或是後面 因為他壓下去那一瞬間 他那個壓力值他是會甩的 所以你要為了瞄準好你的歹徒 或是尾尊的人一定要抓在他那個噴口 那個前端那個地方 而且因為我本身就是使用滅火器打人 所以我有用滅火器攻擊過 就是想要傷害我的人 我跟你們說滅火器真的很厲害 他那個東西就是一堆泡泡嘛對不對 那東西又輕又黏 他只要噴到那個人之後 他全身上都會黏著那個東西 所以他短時間之內就是 就是就算他逃跑 就是人家也很明顯 也知道就是他 一定可以抓得到他 他就跑不掉 沒錯 那二方面我們今天就是 這個討論到這個外出的部分 但在家裡的時候我們也要保護自己 尤其是有些人他可能自己一個人住 或是說你可能來了一個新地方 跟一個有室友 可是這個室友可能只是一個 你可能在這些社團或什麼 可能找到他並不是你一個很熟識的人的話 這種情況 像我們家平常就是有裝一個小的監視器 出門的時候我們會把它啟動 就是有誰進來他就會錄影起來 那另外我們晚上睡覺 由於在加拿大這邊的一個法規就是 這個是我是聽漢吉媽講我才知道的 就是像這種大樓一般都是 你不能自己隨意換鎖 對 因為安全的考量 然後而且通常這個警衛是都會有 你的就是鑰匙 所以他可以進出的 對 例如說他有時候要保養什麼 或消防健康 他其實是可以合法去進入 但是他會留一個note 他來之前他會先講他走之後 他也會說我進入過這樣子 對 那因為那時候疫情期間 我們有時候像很多人會叫外賣或什麼 然後有時候Uber司機他們這樣進來什麼 其實你也很難知道說他們送餐或什麼這些有沒有別的企圖 因為我們曾經就好幾次碰到就是有陌生人來敲門 但就是你也看不到他有穿那個 就其實也是不清楚 就是不管他穿什麼你也不知道他的意圖 對 所以就是即便他穿了搞不好他只是偽裝的 對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買個門檔 但你說一般的門檔 當然這種感覺好像沒什麼作用 但是你可以找一種門檔 像我們買那個門檔是 他是要裝電池的 當他門開的時候壓下去 他就會瞬間有那個警報器很大聲 大聲尖叫 對那個聲音大到是大概可以像比火警那個警鈴的聲音有的比吧 對 那我們就平常睡覺我們就會把那個開著放在那 對 那當然我們家是還有另外一個額外的一個小警衛 就是我們的漢籍 漢籍 這個呢前幾天 漢籍真可憐 對 這個漢籍 但以前那時候我還沒認識漢籍媽的時候 那時候漢籍就有就是保護過漢籍媽 然後最近的話 大家可以回去看台灣的新聞 恐怖情人前男友躲衣櫃 那個就是我的前男友還有漢籍的封公尾耶 對 就那時候漢籍就是因為那個人躲在衣櫃裡面 然後漢籍媽那時候剛好還不知道 然後漢籍就在對著那個 呃 衣櫃一直在那邊尖叫 然後 也因為這樣漢籍媽才就是有一個警覺 然後保住 發現衣櫃有人 對 然後 但是也因為可能這件事情 漢籍她有一些陰影在 然後那一天 因為漢籍媽睡覺前都會習慣聽Podcast 或者是聽YouTube的說書 啊我有時候可能 會比較晚進去睡覺 所以我就會 因為我都習慣會把家裡電啊什麼檢查 然後再進去 啊有時候可能 聽到欸那個YouTube有廣告嘛 我就會習慣走進去幫漢籍媽把它按掉 這樣她就不用再起來這樣按 然後我那天要按 因為可能漢籍媽那時候可能就是 就是這一陣子工作什麼 然後比較累啊 比較大大 那時候沒反應過來是我 就是可能 怎麼會有黑黑影子在動 然後漢籍媽就突然大叫 然後我也被嚇到 然後漢籍原本躺在 我的位置的那個腳的地方 然後她也嚇 漢籍也嚇到就跑下來 然後她一直對著我 哈氣一直對我叫 這樣叫很長的音 就代表她在冒 然後後來我們就趕快安慰漢籍 然後漢籍 然後去把她抓過來 然後我們就為了要就是安撫她 因為就是看得出來漢籍就是 就是嚇到 然後也擔心就是漢籍媽是有什麼狀況 所以那時候漢籍我就安撫完之後 然後漢籍媽就在跟漢籍在房間 漢籍媽就在嘗試安撫她 然後安撫完之後 漢籍就走出客廳來 然後走到我腳邊對著我肺 然後好像就一副說 你嚇到媽咪了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就那個畫面真的會讓你看到覺得很可愛 而且很窩心 對啊 然後有時候 平常像漢籍媽 或是我 有時候半夜起來上廁所或什麼 然後漢籍都會 會 就是會怕我們好像疊 撞到東西或跌倒或什麼 然後就會這樣跟在我們旁邊 超可愛 對 當然就是像這一些警報器 門檔這個監視器 什麼這種 就是大家可以考慮 就是放在家 就是有個被責也好 不管今天是住在哪 其實多個這樣子也比較安全 那尤其如果假如說你是一個人住 或是說你有室友的話 當然就是 保護自己重要吧 對對 我是建議女孩子 千萬不要跟別人什麼分租 因為我之前 如果你能力許可 如果你真的就是 沒辦法的話 我會建議你不要 就盡量不要跟人家分租 因為我之前 就聽過好多這種什麼分租 去外面租房子 我以前在洛杉磯的室友 他有一天在睡覺 然後他的室友 就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就一直 因為他們就是 分租一個房子 然後那室友 就一直要把他的門 要把門撞開 然後就一直敲他的門 然後他就覺得他室友 他覺得他室友應該是要搶奸他 然後他就非常害怕 然後我也有聽過就是 之前有一個女孩子 就這個我不認識 這是朋友的朋友 他homestay 然後他被他轟爸 性侵害 然後他後來還懷孕 然後就是 他也沒辦法 他就只好休學一年 然後把那孩子拿掉 天啊 對啊 當然 這種事情 不是只有 只有女生會發生 男生現在 你也很難講 男生也有被激情或是什麼 對 因為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 呵呵 他那時候就是因為工作 然後搬到其另外一個州去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 Kansas還是哪裡 我忘了 然後那時候因為他 就是剛到那 然後還在想說 就是找房子什麼 所以他那時候只是臨時 在一個什麼社團 就是 就是找了一個 就是一個室友這樣空房 就是租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 他跟我講說 他室友超恐怖的 他室友好像是Gate還是什麼 但是 這邊我要講清楚 我對Gate是沒有什麼任何的 拍攝或什麼 然後 這個完全是 只有每個人每個人個人的行為 他那時候就是說 他晚上睡覺 那個人會站在 就是把他房門打開 然後站在那邊 看著他睡覺一整個晚上 好餓喔 超恐怖的 然後他後來 就是 就是 大概不到一個月 他就趕快找到一個 另外房子 然後他就趕快搬走 我以前在台北第一次租一個房子 在忠孝東路上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住 我房東的兒子 也有拿鑰匙 開我的門過耶 超噁的 然後我就在裡面 我就想說 幹 你幹嘛 然後他就他也看到我在裡面 他又趕快 他本來要跟我講話 他好像開門很興奮 他跟我講一件什麼事情 然後突然我罵他髒話 他好像發現他做錯什麼事 他就跑出去了 然後我想說幹 什麼原因你可以開我的門 對啊就是 你要 找你講話或是幹嘛 起碼要 就我沒有那麼熟好嗎 對啊就是 這會嚇到人家 對啊 不管是 多熟識的也是 也是很奇怪 就是你只是我的房東耶 憑什麼開我的門啊 是啊 這我家喔 但我雖然最後是沒告他啦 我只是覺得 哇賽怎麼會這樣 喔對 還有一個講到這個鑰匙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加拿大這邊他們是規定 你不能隨便換鎖 就是你如果是這種大樓的這一種 那 當然 有些人會 可能 沒有待過這裡 會覺得 會擔心說 欸這樣是不是 萬一有心人士 如果 哪一天他要來幹嘛 其實 你都 也沒辦法控制 那 我那時候就 後來有看到 有一家公司 他們在做一種鑰匙所 他是可以直接沿用 你本身的這個鑰匙孔 但是只是說 如果有人開鑰匙 或是什麼時候 你手機會收到 一個訊息 就 你如果在外面 當然就會收到訊息 然後你也可以設說 你睡覺的期間 如果有人開門 然後他就會想那個警報 嘿 或是說他會送那個訊息 就是你的緊急聯絡人或什麼 就是 這個也是給大家一種參考 如果假如說你是住大樓 而不是那種獨棟的房子 或是什麼那一種 這個的話也是一種方案 就是因為你不能換鎖嘛 但是你可以沿用鎖 但是 他外觀看起來還是一樣 只是說 他就裡面就有一個 電子的裝置 就是跟你的手機 Wi-Fi這樣連線這樣 最好就是在家裡進門 用一個廣角攝影機 可以清楚的照到誰進來 然後幹了什麼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 因為之前就是床路 住我家的那個衣櫃男 嗯 他也攝影機也照到 他一路從外門進到樓梯 進到電梯 但因為他進來我家沒有攝影機 所以我就對他沒責 簡單來講的話 可以像我們家一樣 就是全套的 就是警報器門檔 然後跟攝影機都有 對 現在我們就只是他鎖而已 但是鎖 因為那個 我們現在的 這一階機 這一階我們其實 講實在的其實還滿夠用 就是光那些門檔 跟那個監視器 其實這兩個基本 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保護你了 對 那當然你說 家裡當然也會 就是你要 就是想一下就是說 有一些可以防身的東西 可能可以放在 例如說你 房間睡覺能容易取得到的地方 這個也是一種 我是建議如果是獨居女生的話 最好家裡有一個熱水壺 然後如果真的遇到什麼壞人闖入的話 直接拿熱水壺潑他 最快 但你要確定你應該熱水壺夠熱 就那個啊 不是有那種 壓的那種 對 那個就隨時都在加熱保溫的那種 對 就是如果是那種 或者是一壺的直接潑他都可以 就是總而言之熱水壺是一個 就是冬天的時候喝熱 就是泡泡麵方便 渣男關心宿 多喝熱水不是假的 熱水這種東西功能十足 又可以破壞人 還可以泡茶 對啊 冬天感冒渣男還可以叫你 多喝溫開水或熱水 是不是很實用 人家闖進來你泡個熱水 沒泡完人走了 然後你還可以泡杯茶 泡杯茶 清淨 放就是冷靜一下 或是泡個泡麵 消愁一下 對 但是如果你是 如果他闖進你家裡 拿熱水撥他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有什麼罪 對 因為他已經擅闖民宅 對 沒有他擅闖民宅 如果你拿刀插他的話 可能 就是法律上你還是有問題 就這個人不管進到你家 是什麼原因 你都不能傷害他 是 對啊 除非他要傷害你 嗯 但這種情況就是 有攝影機的話 就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他至少你可以紀錄 當下整個來龍去脈 如果萬一有什麼爭議的話 對啊 可是這也就是 最好還是拿熱水撥 不要拿刀插他 對 刀也可以啊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拿刀插他的話 對不對 你就要先準備好一把刀 然後把它推到那個刀上 這樣子的話 就是他自己插到那個刀 那就跟你沒有關係了 對 但是如果是你拿刀插他 你可能就還是會被告 就是我們要跟你們講清楚喔 很多人以為在美國什麼 正當防衛就沒有事 對 我覺得你想太多了 人命 好不好 一命賠一命啊 你就是 我管他什麼原因 人家就是 人家就是有 每個人 不管他多罪大惡疾 在歐 就是歐美的世界裡面 他們都有 他們都有人權 對 所以你不 就算他是抱著想要傷害你的心情來的 你也不能夠覺得 那我就要給他死 當然這些 我們講 這當然有一些是 參考參考 大家不要 真的效仿 但基本的就是 你還是要看一下你們 所住的州 的這些法規 因為每個州 每個州 他可能在 定義這個 防身武器的這個規定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還是要去 做一下你們 自己本身所居住的州 這些的法規 就是要做一下功課 那我們這邊的案例就是 是以我們 Ontario NWSN 的這個 為 舉例子 這樣子 對 那我們今天呢 這一集就先到這 那我們之後就是 下一集再跟各位見面 那你如果想要看到影像的呢 就請到 Phebia PHOEB 然後 控格AH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這個每一次的Podcast的錄影 記得打開小鈴鐺 訂閱 然後留言 點讚 沒錯 然後這樣我們就有 有動力繼續經營這個新的內容 那你如果是平常開車睡覺 跟漢其媽媽一樣 就是睡覺時 會想要聽個Podcast 說說什麼 那你們可以到下 這個 Swotify 然後Google Podcast Apple Music 這邊可以去聽得到我們的Podcast 但台灣朋友如果你們有些 早期喜歡用KKBOX的 也有 我們在KKBOX上面的Podcast也有上架 那一樣就是 都是搜尋漢其爸 漢其媽 北美經驗談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 那我們下集見 掰掰 掰掰